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小斌 然后这把也是一个2000分的巅峰赛 对线旅步该怎么去打 这个开局还是正常和谐开局 这把阵容反正没什么前盘 先出这个带点就行了 他要不抢的话 咱们就直接拿和谐 一般旅步现在很少说一滴能跟咱们打了 拿完和谐这边他升二 七一刀 有点亏了 亏了一波雪凉 正常一点别让他劈到这一刀 前期还挺好的 劈这一刀就不赚了 我二就来抓了 这游走支援真挺快呀 慢慢发育吧 打旅步就是这样啊 就是一点一点发育 打野红开 四级抓下应该是 三级的兵线直接抢 这波要出事啊 感觉 这道父母不好躲了 就承接 太久闪现 我一级能直接走 应该是批不到了 二里能回口血 死不了就行 有点极限啊 硬吃这波线 他没闪现的啊 这波火舞应该能杀掉 两个助攻都没混上 反正这波火舞不来的话 下一波旅步没有闪现 他也不合打 这把基本上这旅步啊 差不多也就算是崩了啊 这打出优势 这旅步他就难玩 我还挺想上 我看工本过来了 对了 这个长点赞呢 是可以出现特效的啊 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这边上了还是接着情线啊 四级打三级的 没什么机会 但是咱们就发远啊 估计呢 也得有个省级水平 玩这旅步 他要是真不会瞎玩的话 前期 他那个二级啊 其实有一部分细节的啊 兄弟 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啊 就是他二级啊 二级的那边兵线他都没清 他就一直等我 除了清这边线 一级能上来劈我一刀 他才准备上来打 知道吧 他是有这个细节的 这打的挺稳的 这边女部区中路蹭线 咱先把这边线请了啊 别跟着他这节奏打 吃他个塔下药包 这个一塔呀 能摸两下就摸两下 等吕不回来咱就直接走 他不回来我就接着拆 回来 我就拿着小鸟 交场接啊 这边血量不是很占优势 后膜躲不掉 直接走吧 他跳大我就跳一级的啊 这一级能打里不 别用啊 就是这种情况 躲在这大招用的 这把咱就出火甲 公本过来 旅步这波没大呀 平A 平A家里的 我给你扛塔 你上啊兄弟 这等啥呢 交成绩啊 哎呀 这越塔就能强杀在晚上啊 我觉得 有一个闪现吧 都无所谓的呀 他是真能等啊 这波差点给我卖了 你说这波咱要是说死了 亏不亏吧 得亏 这把感觉有点运气啊 前期 你帮了我两波 两波思绪 这里我感觉心态要炸了 这两波就挺影响心态的 挺吸引的 思绪都死不了 你说这这把还得怎么死啊 这就直接断线了吧 上路一塔都不着急拆了 我慢慢用这个冰线磨就行 你不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跟他打 没漏事也我直接传送啊 下路这边呢 看看直接进野区呢 这个位置好像能蹲一下吧 法师 哎 火舞这边技能给的漂亮 先切对面那个打野 二里能转一下 还跟着秀呢 兄弟 大顺风 大顺风 这边打完就是大顺风 中路一塔不好压啊 直接过来刷野 这个红buff 好像是能拿的 打野过来了 交城街赶紧走 看你交不交大吧 这旅路 其实不得不说呀 这把队友确实比对面要会玩一点 别着急上 别着急上 给个减速 抢个人头 停A接二 这双杀一拿 确实是大优势 想约塔 没大招 好快 上来扛 哎 这梦魇出的这么快呀 这第一件装备不回就把梦魇做出来了吧 这装备出的太恶心了 偷个主宰吧 再发育一下 这把我就只能说呀 这个火舞玩的确实挺好的 这点也可以踩 音技能刮一下 火舞绕后 这边看看还能不能打呢 哎呀 这边野区好像不是特别好反呀 对面人全在呀 教个惩戒 能抢就抢吧 抢不着拉倒了 咱没大招啊 咱里头是扛不了了 哎呀 火舞这边月塔有点啥 我再给你扛塔呢 好像不行 大顺风局啊 感觉这护甲不用太着急出吧 踩一脚给个减速啊 中路二塔直接拆了 这压力啊 给到位了 对面现在都没有还手的余地啊 先出个小兵外吧 哎呀 小兵信啊 先出一下 要不然卡格子了 这两个装备也不能卖啊 一卖就亏了 这把感觉只要是说会玩车要进 差不多就能玩起来啊 没啥细节的 就是队友比对面强啊 我是这么觉着的 哎 这个敌人也不合切 这个敌人也不合切 这把队友确实抢 为啥呢 你看 李元坊打这个敌人也他都打出优质了 这得啥样啊 是不是 兄弟们 这就说明问题了 这个红buff交个成绩 没抢照 大招开出来 往上接着走 哎呦 这伤害我全吃了呀 这铝布还没挑大的 对面现在也不出塔了 就是一直守着塔打呀 现在就只能说是一点一点啊 往里推 哎 我就贼怕打这种局知道吧 兄弟们 特别是这种大吃风局啊 队友 就是这个辅助啊 不是肉 玩的是这个软辅 哎 我这感觉贼男往上推 就像推不动似的 咱那边一往上推肯定要把自己给卖了 要不然拿什么扛塔呀 根本就是这个 就这时候啊 有时候配合不好啊 直接就炸了 这种局被翻盘对面啊 次数还是挺多的 我记得 越到这个时候啊 越不能急啊 就一定要稳稳的打 上楼咱们就一点一点往里带线啊 对面来人不能打的 这说不上后边有几个人 这都没什么事也 先经兵线再反这个红丸 要不然一会儿还得过去追这个兵线 哎 这个法师出来了 这本可以切 踩一脚给减速 哎 哎 哎 这个鸡飞很关键啊 救了他一下 那就把下路的二塔给拆了吧 高利塔拆不了 这二塔还拆不了吗 我给你们扛塔啊 都不行了 扛不住了 四回要往回走 这边大招马上好了 等个大 二零再转 直接开大招 往回再接着拉 这边火舞不在 少过人 你看 这就是看出来了吧 推塔挺难推的 推不进去 本身咱现在这个 这个版本啊 就挺脆的啊 对面制裁孟严一出 给个关键控制 进击就是死 血量都回不上来的 所以说还是啊 这个比较喜欢队友玩这个用 特别张飞啥的 这时候推塔 你要是队友玩个张飞 直接一个大刀喷进去 我俩轮番抗塔 直接就拆了 是不是啊 你不像这么难打 这也没啥机会 上这波两下了 反正现在上面没人管我 穿着队边没人 我就上这拆两下了啊 我是真想让你扛个防御塔 打一波 慢慢找机会吧 这个小桥二级能放了 感觉可以打一级能采上来 给个减速直接出来 哎 这血量回不上来 里布这个大招 好 这闪现交易真好 这真没办法呀 炸了呀 得了 我也看呢 我也别跟这个队友推了 感觉就是推不上去 再这么打两波就输了 对对边翻盘了 这中路一塔直接让了吧 反正能守就守一下 反正守不了就是直接让 这个龙肯定是丢了 不用想了 咱也不用再去抢 没啥意思 下路直接带线吧 打了这么半天 这下路二塔 愣是没推掉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上路牵着了八百倍啊 他也没有用 这波感觉我过去吧 也没啥意思 这波咱可以绕后 给一角给个减速 这鸡飞 哎 还行 那这波可以打呀 别着急伤 先拉回来 等这个敌人 你这大招消失我们再打 要不然有这个破甲 扛不住的 这边等个大 张飞又不用管了 上路有门线 直接往里推呢 吕布这波我们 我打一啊 剩一个吕布 这应该直接一波了吧 那我看你怎么打 大也没有用 有大招你也摆车 有没有兵线呢 我现在挺着急的呀 不行这个中路没有兵线 还是得从这个中路采 小桥复活 还行 秒了秒了秒了 太难了 这真费劲啊 那么大的优势局 你看愣摸愣眼就是推不上去 我上吧 我还怕这个队友不敢上 所以说就挺难傻的 哎 吕布啊 熊塔确实挺厉害 关键他那个大招都得有个鸡飞 这边挺关键啊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感谢 这关羽不知道是个啥水平啊 看完了别忘了点赞啊 小弟们